桃圆市忠烈祠祭神社文化园区 近日因为市府请厂商将园内供奉的天照大神 请回日本而引发讨论 在市议会定期会上 市议员黄琼会以及魏云就呼吁市政府 不要搞意识形态伤害观光活动 桃圆市忠烈祠祭神社文化园区 民国83年指定为台敏地区国家三级古迹 近年来推动不少节庆活动成为观光亮点 不过市政府日前遵守宗教中立原则 请厂商将天照大神请回日本 事件延烧多天 今天在定期会上再次成为焦点 我们应该是要朝向一个兼容定序 一个真的是能够包含各种文化的方向 以及台湾的历史保留这一件事情 去做一些发展 不要整天只想着搞意识形态 228的档期 还是昨天我有提到你们这是为了要应付我的 然后才衍生出来的一个说法 你们也不会跟我说实话吧 对不对 这是事实的啦 你计划书里面确实是到228 市议员黄琼会呼吁不要搞意识形态 期盼桃圆神社的春节场地布置能如期完成 市议员魏云表示市政府应该多方考量 不同的风俗习惯 兼顾观光发展 所以其实这个有时候是一个风俗文化 跟意识形态全衡 还有一个观光发展的 还有我们一些民间的冲突 那也希望是说 这件事情虽然说造成很多风波 那也希望本期也是希望可以拨乱反正啦 反正就是观光人潮一直在 我们也创造一个话题 魏云也呼吁加强新闻处和民政局之间的横向联系 事件发生时回应不同调 将伤害是否形象